2007年 我们跟随黄国成老人 来到他当年工作的福顺战犯管理所 现在福顺战犯管理所 已经改成历史纪念展览馆 1959年十周年国庆 毛泽东提出特赦罪犯 在福顺战犯管理所 劳教九年的末代皇帝溥仪 成为特赦名单上的第一人 在福顺战犯管理所 关押的维满战犯中 还有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维满总理大臣张景慧 他病逝于这年的年初 没有等到特赦的这一天 张景慧 辽宁人 张作霖把兄弟 曾任凤系团长 师长 西路司令 张学良时代任南京军事参议院院长 东省特别区长官 为满洲国时期 先后充任军政部总长 总理大臣 1959年并逝于福顺战犯管理所 在东北关于张景慧的传说非常多 有人说胡子出身的他官生一级 就娶妻一房 直到七房六妾 因为文化不高去官运横通 又因他年少时在村子里卖过豆腐 所以又被百姓戏称为是豆腐匠总理 不过维满洲国的实质 其实就是日本人扶持的傀儡政权 所以张景慧这个没有什么实权的豆腐匠总理 这称号倒是颇有深思之处 这是您母亲吧 这五千四十多次 就维满刚垮台前后 这老相片 这真正就剩这一张相片 他是那个您父亲的第几个胎 六啊 第六个胎 您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去 没有 死的时候咱不知道 等到埋完之后咱们去过 去过福顺 那您父亲那个 当时就是跟张作霖的关系 是不是把兄弟啊 把兄弟啊 他的管我父亲叫四哥 他们他们还有学猎神 还有他与虎 他与林 张绍兴是张景慧最小的儿子 如今他是退休工人 家住长春某工厂的居民小区 张景慧和张作霖 张作相发迹于陆林时代 当年为躲避官方追捕 张作霖曾将他的发妻 藏匿于张景慧老家 张学良后来就出生在张景慧家里 所以在奉系军阀元老中 张学良一直把张景慧视为依靠 尊称族书 起兵之初 其实当时按地位的张景慧比张作霖还高 但是他是看到了张作霖 当时浅盖的力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他也算是有点远见 他让出了这个位置 让张作霖来做这个收领 以后确实他也和张作霖配合得很好 但是自从九一八之后 日本人把张学良赶出东北 张景慧反而得到日本人的赏识 后来又把他提升到总理大臣的位置 长达十年之久 三开人物 就是在军阀四斗时期 他吃得开 在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 他也吃得开 但满洲我时期更吃得开 十年大臣不倒 我觉得这个人物是什么呢 是出生在辽西土匪窝子里头 辽西这个地方啊 你比如说这个张作霖 都立山 王小辫子 这些著名的大土匪都在辽西诞生的 张景慧本人就是个豆河匠了 后来开了私人的标局 然后又跟张作霖 张作霖拜把握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居然有这样的能耐或者功名 他奥秘究竟在什么地方 那我想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视角的观察 就是张景慧这个人物 就是他代表了另一个中国社会 即流民社会的这么一个典型 什么叫流民呢 他们渴望冲突 渴望暴力 因为只有这些东西 他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没有原则 有奶便是娘 要想当官 杀人放火 等造案 1931年9月18日深夜 日军进攻沈阳东北军部地北大营 9184被发生的时候 张景慧正好在沈阳 因为他要到锦州去参加 你张作相他父亲的这个葬礼 这时候他正在沈阳停留的这个时候 9184被发生 被枪炮声惊醒的张景慧 立刻解决到情况不妙 他不禁回想起三年前 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1928年6月4日凌晨 张作霖的专列 行至沈阳近郊黄孤屯的三栋桥 突然一声巨响 车厢被炸翻其口 四个小时后 张作霖在率府身亡 当时张景慧就在同一节车厢上 恰恰在这个时候 张景慧离开那个车厢 往别的车厢走 所以稍稍离得远了一点 其实也远不了多少 更多差一节车厢 这个时候爆炸 炸成轻伤 但是他很快身体恢复了 张学良自张作霖死后接管东北 张景慧被委任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 分管与苏联有特殊关系的哈尔滨地区 抑制后的张学良 当上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副总司令 在他的保举下 张景慧被任命为南京军事参议院院长 可是张景慧只象征性的去南京开过一次会 就以过六十大寿的名义 回到东北 继续做他的实权派 等到张景慧再次去南京 已是十年之后 以为满总理大臣的身份 回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了 九一八的次日一早 一夜不眠的张景慧发现 他的公管已被日本兵包围 很快关东军参谋板员征思郎找上门来 板员对他的态度倒显得十分恭敬 哈尔滨是日本迟迟不进去 因为什么他怕处罚了苏联 事态扩大 因为当时总统铁路就是苏联的 虽然十月革命了 但是仍然属于苏联的 所以一去以后 势必在铁路上要和苏联发生冲动 引起苏联那边的恋出反应 这个他就 他也怕他吃不消 所以他对于黑洋江这边 采取一种拉拢的办法 就是希望张景慧回到北南以后 帮助维持一下 摸清日本人心思的张景慧满口答应 并且趁机向板员提出 要枪要弹药 理由是需要组建一支治安部队 那么这些人 他们都是从自己的经验中 有这样的结论 那就是这个时候 要想安定 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 要想有所发展 就得有枪干 但是他那时候还没明确说 我一定帮助日本 说维持治安部的需要有武器 说既然918世纪发生了 局势很动荡 那边防军不给我指挥 那关键就说 好啊 可以自作 给他三千支步枪 四十万发子弹 这三千支就是给了我父亲 成立了警卫队 我父亲是总队长 在哈尔滨 日本人多次对张景辉劝降 希望他脱离南京政府宣布独立 老毛深算的张景辉 正举棋不定 但是当时发生的一件事 让他对日本人的态度变得明朗起来 当时要按战友会他讲 他在那个苏联的时候还发牢 他妈蒋介石在哭了东西 他妈告诉我们 意思是要我们 不要打这一方面 他将来想办法解决 让我们就可以投降 可以什么 这个事就只有我父亲知道 就正在发生九一八事变的时候 确实是蒋介石派去一个副官 曾在长春市地方治边传委员会工作的于其园 对他父亲于静涛和其他围满人物 及那段历史进行过多年研究 他就是一怼就开了 而且这个交谈 我父亲就在场 他女会特意打电话来 说是南辈来人了 你来听一听 他自己也没主意 这时候这个副官就传他讲的实际指示 说你不要动 不要走 要在这挺着 这个将来 要通过国际上 好像解决这个东北问题 你只要挺到底 将来是国府 这有办法 对对 这有办法 所以他看得讲 那是租口了 让他留下来 确实在我父亲过去以前 我还真问 我就是说真有 确实有 是个上校副官 以前呢 没有表示 就是没有明确的表示 他归顺的日本人 可是这个时候 他太动力了 主动的和日本人进行了一些联系 这张维满国家通讯社发布于1936年的照片 如实记录了日本与满洲国的关系 手握战刀的是日本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植田迁吉 那位鞠躬的老者 便是张景慧 1935年 在日本人的安排下 张景慧接替郑孝旭担任为满总理大臣 当时他已七十高龄 高培坤在1941年后成为张景慧的总理秘书 据他生前回忆 日本人之所以青睐张景慧 是因为他左右逢源的性格 是典型的老好人 那是老挂促 那是那很了不得的人物 他的那个敌得很深 昨晚的惯例也很旧 很老 命声也很大 所以日本人就跳这样的人 那我先接着 在维满当我总项司长 日本这个头像以后 他当我总理大臣了 就他们说话要比张景慧好使 他们说话说了算 如果那个喝就好了 给总理一说就算了 他们就是被称为满太上皇 对太上皇 太上皇喝过那就是零碗 说这个人吧 脑袋很累 成天不闲着 他把日本人摸得好 但表面像装傻 还一脸诚恳 日本人感觉他很老实 很听话 高培坤常和我讲 他说是貌似这个 好像是什么都不懂 像是个大老粗 就是不怎么精明的人 实际上他说张景慧心眼最多 面对官场对于他才干的诟病 还有民间疯传的豆腐酱总理的外号 张景慧似乎充耳不闻 安知若素 他有人还出点很可笑的举动 非常可笑 他会举个例子 高培坤讲 有一次这个溥义第二次访日回来以后 要发表诏书 举行仪式 他作为国务总理呢 要回答表示颂扬一下子 说皇帝访日有什么功劳 要有一个达词的意思 在这个意思上 最后总要讲几句话吧 那是这个秘书给他起草的 讲话稿都文作作的 结果讲在宗徒有一个字 他不认识了 他居然停下来呢 下来以后找到秘书那 问这个字念啥 他再回来再接着读 这大伙都憋不住笑啊 这咋这样呢 你跳过去不就完了吗 但日本人非常欣赏 日本人说你看这个张总理 这个人多实在 我跟他同国吃饭的时候呢 我特不受屈述 我跟我妈吃饭我都害怕 所以我们用人 就下面的用人见着他 不怕 怕太太 但是呢居住 那毕竟叫总理啊 我曾经给我们的用人看过 他们打主牌 给我当 我当那个什么 那个 我这个这个战场的 我给他们讲外面去看 我一看老头一上楼批 我听着哭声哭声 赶紧跑到了各屋 去告他们 告那用人 来吧 从来 从来 我还在说 走起来 但有时候 因为我不管 没看到了 或者我进来 我会一口 他们打牌 扭手走了 连声都不知道 要原来 就那些用人感 就说那 老头好 我都叫老头了 1937年 张景辉奉命去日本访问 他和日本首相 近卫文魔的一番谈话 让一向以为他无能的日本政客 刮目相看 因为他们已经发动了卢谷桥事变 已经开始向华北进去了 他就问 说依照张景辉理的见解 那么华北拿下来以后 谁当首领比较合适 张景辉 他沉死了一下 然后他说了 他说可以先让无贵服 来出来过渡一下 过渡一下 这个无贵服 在华北 很多年了 当时掌握军队 作为一路军阀 影响比较大 然后就在无贵服之后 也可以再把张作相抬出来 因为张作相和他 张作霖他们是把兄弟 而且和东北绑在一起 所以这个 在政治上是很手腕的 这个事情 再往后 由这个康德皇帝 来出来建立 张景辉这一番言论 那么金卫文摩 在其他的场合 对那个金卫文周围 对他周围的一些人就说了 他说张景辉这个人 真是大事还不活动 为官十年 张景辉吸取前任总理 郑孝旭的教训 对关东军的政策 只执行不表态 在不得不说的时候 他的几句粗话 倒被传成了名言 在一次国务会议上 为国务院的副职 实际权力的掌控者 总务厅长官五步六藏 宣讲日满 亦得一心 然后赵丽 请总理大臣张景辉 讲几句话 他说我是个大老粗 就说几句粗话 日本和满洲国 实际上是一根绳上的两个骂铃 这个骂铃就是东北的土话 就是骂着 那就是我也跑不了 我也跑不了 1941年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为支援大东亚盛战 围满国务会议 讨论两股出河的法案 有的就说你看看 现在这个日本越要越多 这个老百姓都没有 没有办法吃不着粮子了 就只能吃了巷子面 他说这个 这个皇军卖命 我们出的粮子 这个也合情合理 至于这个有点饥荒 这个雷雷库尔拜也就过去了 他这个雷雷库尔拜 也成了一句名言 他的真实想法 他当时也说过 什么总理啊 就是拿咱们的名义 人家日本人咋说 咱们就咋做 这意思就是说 所有日本人次长们提出的那些议案 都照样通过就完了 事实上当时 也真就是这样 张景辉最后一次访问日本 是在1945年4月 日本关东军安排他送去30万吨粮食 3000弹食盐 都是战争急需的物资 当时日本东京 已经被美军飞机炸的满目疮痍 张景辉一行 第二天便匆匆离开 回到新京机场 面对大批记者 张景辉强打精神 说着日满亦得亦心的话 但却掩饰不住满脸的疲惫 回到家后 张景辉对家人说 太阳快要落山了 也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地方去 这个照片是什么 这是我官邸啊 就是张景辉的官邸啊 你出生在这儿吗 对啊 那是哪一年 37年 这个楼就37年盖的 我今天还上这个楼里去 差不多完了的 童年的张绍兴 在总理公馆 过着忧郁的生活 但好景不长 1945年8月9日 150万苏军出击东北 20天内围歼70万关东军 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两天后 普怡在通话大粒子沟 盲备退位 当天张景辉就急着返回长春 组织所谓东北地方治安维持会 张景辉自任会长 他还打算等待国军的接受 他还说那蒋介石当年呢 让他来这个应对应对嘛 那么现在呢 看来在他看来好像应该是时候了 但是维持会没成立几天 张景辉和那些围满大臣们 等来的却是苏联红军的代步令 他当时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这一次是要把他抓起来 他以为这个苏联红军来了 也会尊重他的维持会 这是您二哥 这是他什么时候的照片 照片上的这个年轻人是张景辉的另一个儿子 张绍兴同父异母的哥哥 张绍记 有传言说 就是这位当年和自己父亲一起被押往苏联的青年 作为中共地下党的卧底 带着苏联红军把自己父亲等一干维满大臣逮捕归案 是苏联红军在的时候 进来以后呢 他就和苏联联系 苏联就让他写围满战犯的名单 最后领着苏联就把围满战犯一个月都代谱了 当时有过 到现在还有这个传说 所以这完全是恶造的 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第一个呢 张绍记他不是共产党员 当时是 外围的一个青年 救国会的一个组织 他也确实做了一些工作 据张绍兴回忆说 张景慧对张绍记的进步思想 也是心知肚明 但在我小时候我就看了过他们 我们的底级用人 那些同志 这比我叫八路的意思 他还曾经给要过 这些工作人员 接受八路的这种同学 就把车进去了 那终于一句话 出去不设 你就设也跟人家长出去 那不都一句话是什么 就说你父亲曾经放过 放过他的同学 听人家用人讲的 这个戴普战犯的经过的名单呢 人家苏联早就掌握 因为这都是一个大人物 说人家有人家的情报机构 能不掌握是有哪些官吗 我父亲第一天没回来 第二天没回来 把他来电话了 来电话 我父亲当时是抽大烟 不抽大烟 他是吃药丸 得要吃那个大烟 戒烟那边玩 药配药 吃了 那没有办法 我二哥去送他 坐着车就送他 你就好好的一点 那你要找不着 你不放你 你也找不着 不愿意去 你也去不了 他去的 他去但他会有俄语 我说我是学生 我是来给我父亲当翻译的 因为他在海滨学过俄语 完了苏联说 那你先一个人去 先一个人去当翻译吗 就这么把张儿姐都带走了 在苏联远东五年的拘押中 围满大臣们通过报纸 密切关注中国的时局 当听说蒋介石要派人来引渡他们 许多人不肯回国 国民政府审判处决战犯和汉奸的消息 让他们不寒而栗 48年的年初吧 交手引渡战犯 所以这样的话呢 苏联一看呢 国民党也快垮了 所以对国民党也不像以前那样尊重了 就说这个事吧 得和他们杀了杀了 看他们愿意到解放去去 还是愿意到南京去 唯有张景辉坚决要到南京 不到解放去 他说到南京那样我找了蒋舜舱去 1950年 溥仪张景辉等维满战犯和部分日本战犯被引渡回国 坚压于福顺战犯管理所 这个数吧 就是当年我们改造战犯这些工作人员的 真实的经历 这些作者 你还有都有照片 那我们看一下照片 这里就有张梦石啊 大公啊 这是我 这是您 这就是张梦石 他是管教 当时他在这做什么 他是做饭 回国后的张绍记改名张梦石 被安排到福顺战犯管理所工作 负责监管被俘的日本战犯 那他能见到他的父亲吗 不 他直到来他也不去见你 因为那就是讲阶级地场 您可能不懂 然后在这和他们两个阶级 都不能随便见 有的时候 有时候给他买罐头 买水果 他就出于老年人那种本性 天性 人性 他有时候舍不得 老心的小孙子 老小孙子 意思是想给小孙子似的 狮子 他也见不着 我不说了嘛 那有的工作人员他们老问少计怎么样啊 打那小孙子 明老基于这种情况就让他的夫人 带着那个他的小孙子 带着张领会小孙子看着 是不是哪用他给什么东西啊 哪能接受他那个领东西 当时那个最后的时候张孙子还是带着全家鸡看过那个张领会吧 那个谁啊 还是去过 那是在上级领导 精神的直下 但是我们不对领导指到哪应该坐到哪了 这不张领会吧 这算张领会是最新的 这个呢就是咱们当时1956年的时候 这个最高人民检查案准备的逆判和逆审 逆起了个审判42名的汉奸 出不一定判无期徒刑 你判无期徒刑 小孙子讨论原定的也是无期徒刑 最后你没判 建国初期 贺龙和聂荣珍曾来此视察工作 他们点名要见溥仪和张领会 完了到这以后 你自然就要想看看溥仪 也要看看张领会 因为这两次东北最大的人物嘛 就看看 所以你怎么样挺好吧 听说你学习挺好啊 听说你还学会唱东方红歌了 那是啊 咱们唱东方红太阳神 这个东方红歌曲 太阳神中国处理 毛泽东 上次不接下去 发现很冷 东方红 一看老头不想 不想 1959年 张领会已87岁的高龄 并逝福顺战法管理所 在他拘押期间 小儿子张绍兴专程去探望了延迈的父亲 人家在战法管理所 在战云神那所说的 看病 天天两头一探望他身体 这都是共产党的 好 我跟我父亲一讲一面 我父亲一讲 老毛是这个 老毛正确 好 那当然了 连续一周的 维满陈福禄 让我们把一些 原本陌生的姓名和脸谱 还原为可触可感的形象 他们既有跨越新旧世界 寄予政治热望的满清遗老 也有纵横沙场 不甘寂寞的奉系名将 这些英雄和草莽 武夫和文士 或为家国情怀 或为枸杞求生 在内段令国人蒙羞的历史舞台上 扮演着一物再物的角色 多少过往事 尽在评说中 也许在评说之中 历史仍旧会显出 他沉重悲凉的底色 感谢各位收看 本抽凤凰大视野 下周再来